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跳豆琴式的channel 今次我买了几样练琴神器 回来玩一下 有这个训练球 指力训练器 和一个虎口矫正器 究竟这几样练琴神器有没有用 值不值得买呢 继续看下去 我先讲讲训练球 我买了两个大的 两个小的 它的质感比较弹手 你一捏它 它就立即回弹上来 这个球有什么用呢 可以训练弹琴的手型 放松手腕 和训练手指独立 我们将这个球轻轻地握住 就是弹钢琴正确的手型 买这个球的时候 附送一些教学 教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球 去训练我们的手腕和手指 里面有几个exercise 我都觉得挺好的 第一个就是把双手合在一起 指尖轻轻觅住 手腕都轻轻觅住 手指公平放在球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开 把球放在其中一只手上 然后合在一起 再分开放在另外一只手上 这个呢 这个呢 偶像做一下 去矯正这个手型 都不错的 还有呢 可以放松你的手腕 有第二个exercise 我也觉得挺好的 就是一个拍球的练习 但是呢 我们就不是把它这样拍 我们就要把球压在手中 连起球 一起拍到桌面 给侧面大家看一下 先让一下 手边就是这样的 这个练习就可以放松手腕 而且手腕移动的幅度可以大一点 另外呢 还有些练习可以训练手指独立 我们一样 把球压在手上 然后每一次呢 移动一只手指 譬如现在呢 我要移动 手指公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尾指 逐只手指移动 我们现在到右手了 手指公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那你会发现呢 咦 为什么无名指这么难呢 那是很正常的 尾指 那还有一个exercise呢 就是可以训练指力 我们就把食指和手指公呢 轻轻地捏着球 刚好球的弧形呢 就是这个斧口 的弧度了 轻轻地捏一下 用这两只手指 右手都可以试一下 其他手指都可以的 比如说 我现在是手指公和中指 这个捏一下捏一下呢 可以训练物 这个指尖 站稳的 那我就挺喜欢这几个球 因为它们的 玩法 用途都比较广泛一点 除了可以练到手腕之外 还可以练到手指读了 那可能我迟些拍一条片呢 去详细地教大家怎么玩 第二样我买的呢 就是指力训练器 它就有四个按键 每一个按键都可以按下去 下面呢 有个金属的部分呢 可以调教这个力度 那领得越上呢 要按的力度就越大了 那其实呢 刚才 调到最松的时候呢 它也有点难按的 所以我们试试调到它下面 最小的力度先 那其中一个玩法呢 就是这样拿着 跟着每一只手指呢 轮着按的 譬如我现在按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尾指 就这样听起来呢 都很辛苦要按下去 尤其是尾指 和 无名指 你看到它全红了 还没按下去 确实太确实了 那可能右手用力 会比较容易一点 现在试试一下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尾指 是比左手容易一点点 但是尾指 和无名指 仍然都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它本身的按针 都真的挺实 挺难按的 而且它有第二个玩法呢 用手指弓这样托住 食指 一连碰到两个按针 因为我们弹琴 是类似一个C字的 如果跟它的练习 这样做呢 手指就会平了 但我们维持弧度 会好一点的 可能避开这个按针 只能碰到第二个 弧度会比较好一点 它还有一个玩法呢 就是可以训练这个爪力 我们现在不是指尖按针 是指尖厚一点 它就说可以这样按它 它就说可以训练这个爪力 但是本身这些按针 都非常难按 我这样按下去的时候 都非常辛苦 而且我们弹琴的时候 是不需要那么大力 可能这个练习 适合吉他多一点 本身我对这个东西 都很大期望 因为以为它有很多玩法 怎料它只是 都是不同种类的按法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难按了 所以我也不推荐大家 去买这个东西回来练习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虎口矫正器 顾名思义 就是放在虎口那里 它就有一个凹了的位置 在这里 我们将这个凹了的位置 套在虎口那里 这一块东西也是 矫正我们弹琴的手型 我们弹琴的側面看上去 这样也是一个漂亮的手型 好似刚才的波 一样的用途 但是呢 这个东西比较原刺少少 要用一个胶纸去固定它 对了 不过这个限制又比较多些 虽然我们的手型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用这个东西来练习 就会比较困难少少 比如我们逐只手指移动一下 尾指 无名指 中指 食指 你会发现手指公 只是可以向这边移动 但是其实呢 平时弹琴我们会向上移动 左右 我们靈活地周围移动 如果有这个 虎口矫正器 反而限制了手指公的活动 而且呢 我们側面看 这个手型就很漂亮 但是呢 其他手指呢 其实是改善不到的 如果我这边的手 都是凹了下去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改善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太推荐别人买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小跳豆琴色的channel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